他呢是这几年涌现出来一个非常有冲劲的队员 我在看他打比赛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队员的特点非常的突出 他给人的感觉是用自己的节奏来打球 而不是特别慌乱给我的感觉 就是无法护制的 说到这里先给大家推荐一波福利 最近大家都在用闲鱼卖闲置 很多是九成星甚至全星未拆封的 价格特别划算 我也经常在闲鱼卖闲置 点链接搜一姐妹体育就可以找到我 目前来说给我的感觉 可能是孙永沙呀王曼玉他们这些 他们都是各有个特点各有个学义 我觉得孙永沙这个小孩 这次比赛打得可圈可点了 第一次打这个奥运会 这个小朋友就是小朋友 对我来说小朋友 就是非常心理非常的稳定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朋友 以后肯定是发展就潜力非常大的 这个巴黎奥运会 希望他能打出自己的更优异的成绩